好 给大家玩一个游戏 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 吐槽我们 谁吐槽的最狠 最好的今天的免单 这个游戏 Hetima 好机会 哪有多了 他在97年的时候怎么样 21年的时候怎么样 他只要想清楚 有些事情家家有求的 真的 你就勇敢地说出来 虽然可能明天看不见你 无所谓 这起码出了一口气 你敢说出来 我们敢听 还是一句话的家家有求 没有钱 我们应该先吐槽他们 他们就敢吐槽我们 我先来吧 往上马上 对 Hetima就是一个很装的人 很喜欢演戏 你看他戏很足 戏精一个 我们在拍拼演讲机的哥哥 那他早上可能来 画完一个装 就等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在等补装 他就在我面前不停地转来转去 然后 今天晚上你越来越来越来越去 然后就一直给我暗示着说 你回去吧 你快点回去吧 他一直正面跟你说 只是不停暗示我 这个人他们又在哪里了 在打边炉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品不是很好 那我觉得有什么缘故 就有什么样的老板 你真明白了 我没有 没有 没有 没干嘛 这个我看 马上又喝口水 很紧张 到我的话我讲阿燕 阿燕平常没什么话 他很愿劳愿怨那种 你看看人家 我在学 哪话是 我在学 因为也许就是 他平常没什么话 是 没什么话 真的吗 怎么 你看 我说一句你说三句 你看 那个就是你们的勾 都不方法了 所以如果选择的话 我会选择阿燕这种 不要讲那么多话 明天他直接不说话 当然Hattie骂 我以前也合作过 当然 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是 我刚刚就化妆 刚刚进行 刚刚进行 比我还早 没有 差一点上 北里刚早好像是 那个时候我们是跳舞 跳舞 二十多年前 我们二十多长 五十多长 对 你已经认识他了 对啊 前任 原来是前任 他刚刚 他有 剃死我 我还以为这就是正硬 那是不同的 不同的